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GI6E 帕萨博埃和Lidia师母和他们的团队很热情款待我们 让我们感觉好像回到家服饰一样 在短学里最大的突破就是我可以在台上教课 我本来对上台服饰有很大的恐惧 因为我觉得我在讲话上没什么恩赐 我觉得我讲话不多人想听 这一次教课很困难因为不但要讲60分钟 而且要讲英文 我平时在小组分享也只讲10分钟而已 而且是讲华语 课后有很多弟兄姐妹给我很好的回应 因为他们可以听明白 也领受到神要他们突破的东西 我听了后很开心 我的自信和信心都提升了 GI6E 的弟兄姐妹很大多数来自很困难和受伤的家庭 他们在灵里都无法健康成长 因为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他们在长大的过程里无法理解自己的身份 更无法为家里付出 在第一堂课的追求里 我们为他们做内在一致 刚刚开始可以感觉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心都很硬 内心很压抑 他们很难进入圣灵的工作里 他们站着拳头握很紧 无法回应台上的追求 但在后面几堂课时 我们带着他们放眼祷告 结果他们开始回应圣灵的工作 让圣灵医治和软化他们的心 他们终于可以哭出来 其中一位男童工 经过神的医治后 本来很不开心的 他变成越来越开心了 他的内心得到医治和释放 最后一天的主日 全能服事时 神的医治大大的充满 很多背痛和脚痛的弟兄姐妹都得到医治 由于弟兄他腰痛 无法伸直他的脚 我只为他做了简单的医治祷告 圣灵就动工 他的脚和腰就不痛了 我其实很怕为人服事祷告 因为我怕没有果效 但在这一次短选礼 我每一次为人祷告 圣灵都动工 这让我有很大的信心 只靠神 就不怕服事没有果效了 不管多硬和受伤的心 神都可以医治 而我也是可以给神使用的器皿 此外我很感恩可以看见GI61的下一代的兴起 接待我们的都是Pastor Boys和Lidia师母的门徒和领袖 不但如此 他们的年轻人领袖 尤其是弟兄也兴起来了 他们不只有大人兴起 更有下一代兴起 跟随领袖一起来建造教会 我很感恩神给我机会 跟19岁到26岁的年轻人分享 我跟随领袖和教会的经历 让我有机会学习成为领袖 造就下一代 在整个的短选里 我有很多的机会跟男同工聊天 他很可慕神 但内心有很多的受伤的经历 在交谈的过程里 我可以感觉到他的内心的惧怕 他无法跟全病有真实的关系 我之前也有这样子的惧怕 但后来圣灵医治了我 我突破了 于是我跟他分享我的经历 透过他的良好回应 我觉得我的生命成长的过程 的酸甜苦辣 都不是白瘦的 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我的经历可以造就这位同工 鼓励他去突破和领袖的关系 感谢神 感谢Pasay Esther和Pasay Ms 还有学凡老师 你们的版主和成全 让我可以出去服事和祝福分摊 一切荣耀 故意给神 咱们是否有这样子的 是人有帮助的 是人有帮助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